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因为今年当然就是全球瞩目的巴黎奥运 所以饭店特别以巴黎奥运为一个灵感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空间的布置 然后应付到餐点 那甚至特调的部分也都是以巴黎为一个灵感 当作主题去做发想和设计 饭店因应今年的巴黎奥运 特别在我们的李白居 在作为一个期间信力的 所谓的梦幻酒吧 我们特别以巴黎为一个灵感 所以我们在设计方面 就是在空间的布置 用巴黎比较当大家知名的一些街景 然后特别用花卉 在整个整体的这个花卉的布置 去营造一个花都的一个 比较浪漫的一个感觉 这次的这个令下巴黎的主题 我们是从7月初开始 那我们会一直持续 一整机就到10月底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法式的餐点 都会在午餐跟晚餐的时段供应 那也特别用这个巴黎的这样子的主题 做出特调然后还有甜点 那也是希望在大家在这段时间 在观赏奥运的赛事的时候呢 可以感受到更浓厚的一个巴黎的感觉 那在我们的礼白居我们有现场的话 是有这个电视的萤幕 那在这个奥运期间也是会做这个转播 那我们现场是有钢琴 所以在晚上的这个时段呢 会有钢琴的老师的一个表演 那当然在音乐上面选择就会 穿下一些比较浪漫一点的 比较是法式的一个一些歌曲 那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舒服 然后比较浪漫一点的 这个观赏的一个感觉 这个观赏的一个比较浪漫一点的 其实每一年饭店都会 因为饭店里面有五个餐厅三个酒吧 所以每个餐厅都会依照不同的属性跟氛围 去做一些比较特色的餐饮的活动 那以这个酒廊为例的话 当然不同的比如说像是世祖赛啦 或者是像是奥运的这种 是比较世界级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会搭配了餐饮跟整个布置 去做一些不同的美食的推广 那除此之外我们其实在不同的节庆 比如说我们的礼物居 从比如说像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圣诞的布置 那过年期间也会用一些 比较是比较中国风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不同的节庆 或是我们会创造一些不同的议题 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不一样 有不一心的一个餐饮的体验 volg 都谢谢你 こう听 为什么 ה